众所周知,感应超美一词曾在几十年前的中国火遍大江南北 当时在这个口号的引领下,中国发动了著名的大跃进 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以及大英帝国的衰落 中国早已实现了前半程的感应 但是超美依旧有十分遥远的路途要走 可是就在这几日,一项来自英国的研究报告表明 中国将会在2028年甚至之前取代美国 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立刻引起世界哗然 其实早在今年十月底召开的中国年度政治大戏19届五中全会上 中国提出了一个2035年的远景目标 那就是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 这条规划一出,已经引发了不少人的质疑 认为中国高估了自己的经济发展速度 可是这次的2028超越美国学说 可不是中国政府自己提出的 而是由总部位于英国的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CEBR发表的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 他们是根据什么做出了如此大胆的推断 首先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说 中国之所以有能够赢得相对于欧美的经济增量优势 就是得益于他们对新冠疫情的精明处理 虽然中国第一个受到COVID-19冲击的国家 但是它却通过迅速和极端严格的行动控制住了疫情 意味着它不需要像欧洲多国一样 反复实施令经济瘫痪的封锁令 因此与其他主要经济体不同 中国可以在2020年避免经济衰退 不仅如此预计还有2%的经济增长 相比之下我们来看看现如今的美国 作为全世界疫情最严重的地方 其经济在数据上受到极大的打击 疫情在美国造成超过33万人的死亡 有约1850万宗确诊病例 美国经济的受破坏程度 得到了货币政策和巨额财政刺激措施的缓冲 报告中直接写道 一段时间以来 全球经济的大致主题 一直是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经济与软实力对抗 口暗内聘全球大流行 以及相应的经济后果 肯定令这场对抗向对中国有利的方向清醒 该报告称 2021年后疫情时期的一次强大反弹之后 美国经济将会在2022至2024年间 以每年1.9%的幅度增长 然后减慢到1.6% 相比之下 中国经济则被预测会保持5.7%的年度增长 直至2025年 然后在2026年至2030年间有4.5%的年度增长 中国在世界经济当中的占比从2000年仅3.6% 上升到现在的17.8% 而该报告指 中国至2023年将会成为一个高收入经济体 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副主席 道格拉斯迈克威廉姆斯说 中国经济不仅是得益于较早控制住了COVID-19疫情 而且还有针对向高端制造业等产业制定的大胆政策 他还向媒体表示 他们也就是中国 似乎是试图在一个层面上的集中控制 但是在其他领域又是一个颇为自由的市场 而帮助他们在特别是科技等领域向前迈进的 正是自由市场的部分 不过在财政的意义上 即使在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之后 中国人均水平仍然会比美国人穷得多 因为中国的人口比美国多四倍 所以对于中国国民来讲 经济总量的超越虽然值得骄傲 但是反映到自身的生活水准上 或许与欧美国家的公民还有些许的差距 不过这个差距 势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缩小 除了对于中国经济未来的大胆预估外 英国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 还发布了其他的一系列预测 首先就是印度 该报告预测 到达2030年 印度将会超越日本 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现如今印度在2019年取代了英国 成为第五大经济体 但由于全球疫情的冲击 又再次滑落到英国之后 研究中心表示 印度要在2024年才会再次取代英国 随后将会一路高歌猛进 在2027年和2023年 先后赶超德国和日本 成为世界第三 而至于英国 该报告也给出了预测 成功脱欧的英国经济 将会在2021年至2025年间 每年增长4% 然后在2026年至2030年间 年增长1.8% 而2020年的英国 还在处于经济萎缩的态势 不得不说 中国在这场全球范围内的 新冠病毒攻坚战中 的确是一个标杆般的存在 但是真的就能凭借这场疫情 给中国带来经济上的腾飞与超越吗 观众朋友们怎么看呢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